6月4号才开新副业的成功市场又包出有摊伤确诊 金融市长牛昌在记者会上表示 案11454在先前快筛时呈现阴性 结果6月6号看诊后PCR筛检确诊 中间相隔16天超过正常隔离的14天时间 那为什么会在16天之后 然后有发病的一个症状 那我们疫调人员也正在厘清当中了 那这一点我们已经回报CDC 那并且请求更专业的一个资源 来厘清这个个案 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原因跟状况 那之前成功市场有三家染疫的摊伤 分别是案3085 案3519 以及案5208 那后来疫调的结果 这三个摊伤都是猪肉的摊伤 都是猪肉的摊伤 所以今天这个案11454 是成功市场第四个猪肉摊伤的染疫的一个案例 由于这已经是成功市场第四位猪肉摊伤染疫 因此除了再次宣布修饰外 金融市政府也扩大匡列猪肉运送及去股人员 并对成功市场摊伤进行扩大PCR筛检 牛昌更下令 所有市场贩售生鲜肉品摊伤 一律比照 看马定鱼市才两兆一套的高规格防疫 也要求采买民众不能用手触碰摊位上的肉品 金融市所有传统市场 贩卖 鸡鸭鱼猪牛等生鲜肉品的摊伤 即日起一律比照 看摊顶鱼市的防疫规格 采取双照一套 也就是口罩加面罩 以及防疫手套的防疫措施 来提升整个防疫的这个要求 另外从即日起 到菜市场买菜的所有民众 一律不准徒手的去碰触生鲜的肉品 我想我们看到了生鲜的食品 这部分的一个疑虑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 另外基隆在6月8号新增8期确诊病例 其中有4例属于养护机构工作人员与住民 那8例的里面呢 我们大概分析起来 护理之家大概有两名工作人员染疫 然后有一名住民 那总共是三人 另外是养护之家有住民一人 因此基隆市政府也将持续要求养护机构 做好工作人员个人防护 及分舱分流等相关防疫措施 避免成为疫情破口 记者张启辰基隆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